大學生了沒 大學生了 大學生了 好,你真的在裝可愛嗎 天啊 剛剛後錄之前 因為這集在講 裝可愛這件事情 對 然後你還教他 KEN哥你是怎麼裝可愛 他應該有那種粗 他是凸上唇 他就有點噁,像阿福 所以我說那個就凸下唇 那應該要怎樣 那應該要怎樣 快來我家文 那應該要怎樣 應該是凸下唇這樣 應該是這樣 這樣 對 這樣也很像偷煞 就一點點就好,差太多了 可是 所以到底要怎麼裝可愛 因為很奇怪 有些人就是用心裝可愛之後 人家說他做作 有些人好像只有微微的做了一點 人家就覺得好可愛 重點還是長相嗎,納豆哥 我覺得長相占了90% 因為有些人真的長得就比較可愛 然後或是比較清純 他就可以做可愛的事情 另外10%應該是靈魂 你看這麼深啊 因為靈魂就是不可愛 也對 你可以幫我們看一下嗎 關一下洛英 不是 誰的靈魂你覺得 真的是妖魔鬼怪 比較不純淨 依妖氣很重 那個 Ruby 又來了 沒有 我今天特別綁了個可愛的頭 有比較可愛嗎,KEN哥 是黏魚的就出來了 沒有 黏魚 不太想要跟他一起親 對,今天我們看到每個人名牌 前面都有一個黃色的格子 對 他們自己都不知道就是說 到底自己是屬於哪一派 那如果真的要來投票 你覺得是今天出現在座的同學 哪一位你覺得最做作 好 把名字寫出來 今天感覺是大學生的內鬥篇 好 好 很累 好,豬妹你先發言 當然是Ruby 她像剛剛問她鏡頭Q 她那邊裝可愛,裝什麼裝 就很做作 豬妹小心了 你的票數不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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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好,好 有一票,有一票 夢夢覺得是豬妹,為什麼 因為我有感覺她好像不太敢 扮醜 對 對,她有成功了 偶像包袱 但是Patrick,你也投給Ruby Patrick,你還敢來啊 你完蛋啦 你只喝晶晶喝過的飲料 對 很誇張 剛好 剛好 剛好讓我這次 現在讓我講一下 怎麼樣 那個飲料我原本就在喝了 一開始那就是我喝的飲料 是晶晶後來喝到那個飲料 所以我繼續喝那個飲料 你都不知道後來 你進小房間 製作單位還有在拍嗎 說我才不要的耶 對 漂亮的是不是 不是啦 完蛋了 好,她這妝可愛耶 佩服 不錯了 我的天啊 好可怕 逆化列入前三名 但是票數很高的有Kiwi 來,請問一下艾波 你投給她 Kiwi這個人沒有一顆是不做作 她就是生下來 使命就是生來做作的 做作是她的專長 對 琪琪也贊成 對,我也覺得她很做作 她只要做出任何一個動作 和講話的方式 我覺得都很做作 Kiwi寫的是妳 我覺得 我覺得是 嘻哈琪琪 因為琪琪今天綁在髮型 自以為是美少女戰士嗎 我怎麼看都像孤兒院 而且 就是有一次 聽說這麼像孤兒院 有一次我們去唱歌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男生長得 好像王陽明好帥喔 然後我就騎到他身上 結果琪琪用力把我推開說 走開,那是我男朋友 然後就是在那邊 就想覺得作作 對啊,你現在就在作作 對啊,阿夢,阿夢,你說 我們那天我先解釋 那天我們都在場 Kiwi她也不問那是誰的男朋友 她就直接坐在人家大腿上 然後我就說 我可以跟你拍張照嗎 然後琪琪就說 她是我男朋友 她沒有剛剛那麼作作 她沒有那麼作作 因為琪琪超生氣的 她在那邊裝沒事啊 沒有,她整個騎在她身上 然後靠著 對啊,阿夢,你長年來的觀察是 Ruby跟夢夢 Ruby就是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KEN哥講的靈魂 就是覺得自己是可愛 可是做出來的都會讓人家覺得很作 是 可是剛剛就是 錯 剛剛就是在那個錄開頭的時候 我剛剛突然轉過去 看到夢夢隊的鏡頭這樣 我就不知道她想表達什麼 因為有沒有人看到 有沒有人看到 她有可能 她是便秘啊,有可能嗎 鏡頭又拉這麼遠 我就不知道她在幹嘛 妳就覺得這就是標準 莫莫妳想表達什麼 跟她解釋一下 就是裝可愛啊 這一集主軸不是要可愛嗎 我就想說盡全力要表達我的 我是真的很可愛這件事情 了解 Ruby,我覺得先從妳的牌子開始掀開 色作派 沒有色作派 這時候 珠梅跟琪琪就開始 眼珠要掉出來了 到底是從她的右邊開始做作 還是她左邊 琪琪,請揭曉琪琪 妳的答案是 好 嗨 嗨 剛剛也是可愛 珠梅,難道妳是坐作嗎 看看 坐作 太可愛了 太可愛了 這是同學跳選的 很可愛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個安妮呢 安妮難道也是嗎 請揭曉 坐作 好可愛 這個坐作會延燒到下面嗎 劉璇 她嘴巴沖氣了嗎 對啊 嘴巴沖氣了 我最不可能做作 我最不可能做作 自然 安排 算女漢子系列 應該就這一整排 第一排我們一起掀開是不是 是嗎 女漢子 好愛 對 愛愛 小牛怎麼可能自然 我哪裡不自然 怎麼樣 劉璇 小牛超作作的 她在螢幕上面前 雖然都沒有作作 可是我後來有發現一件事 她出去跟陌生男生吃飯的時候 她超作作 她問怎樣 那時候我帶她跟我朋友認識 結果妳知道我們那天吃披薩 披薩大家都拿一片起來吃對不對 她可以用刀叉切 一小塊一小塊一小塊的吃 妳怎麼會這麼做作 這個我一定要講 我是因為 因為出去我要 而且妳要試那刀立不立 最後要吃啊 沒有 我只是想要先洗手 可是我沒有去洗 所以我很 我覺得手很髒 我不想要碰披薩 這樣手都是細胸 我就吃細胸進會生病 所以我才用切的 然後這樣擦 但妳現在就生病 妳又沒吃西菌 每次吃披薩 我後來我們一起吃 對 這是披薩的問題 這不是男生的問題啊 不然好 我們看誰會插這個錄影嗎 沒有 Pizza 我可以插多深 可以插多深 好 要這樣子好不好 你們難道沒有發現 有一位同學的牌子 沒有撕開嗎 是誰 Kiwi Baby Kiwi Baby 好可愛哦 她的答案是 沒錯 座座 你意外給她 好可愛哦 可以啊 都這麼座座 完棒了 而且你是坐在 座座派的最高的一個位置 最座座的 不是 你是座座派的至尊耶 好 這個有三派的女生啊 是的 我們今天講到這個 裝可愛這件事情呢 首先第一位這位來賓 本身常做做很多 可愛的動作跟表情 還有聲音 可是卻被人家嗆說 她在裝可愛 一起歡迎小優 嗨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小優 小優 如果妳住在那裡面 妳會是哪一派 我覺得應該自然派的 坐坐 真的嗎 小優 常常被人家嗆的經驗嗎 其實我覺得我算自然 只是有時候 我真的想要來一個可愛一點的時候 真的都會被大罵 比如說像現在很多 就是女大生都會戴 就是髮枯啊 這種蝴蝶結 然後只要我一戴 想說好可愛哦 然後大家會說 你牙痛嗎 還是你頭痛嗎 會偏頭痛 對 然後就我戴 就會被人家講這樣 然後像我穿這樣 人家就是可愛 然後我就會變披薩妝啊 或什麼 沒有 對耶 就很容易被誤會 覺得那些 覺得那些視頻 好像默默想要離開她的感覺 真的 對啊 還是你應該換一個風格呢 小優 沒有 我今天想說配合主題 我覺得稍微就是可愛 妝可愛一點 你看一下右手邊 真正的可愛要來 真的 太強了 真正的可愛 我們先看一下 她的廣告影片的時候 她有多可愛啊 好 小銘 有看過雲海嗎 沒有耶 我載你去 好啊 小銘 露營過嗎 沒有耶 我載你去 好啊 小銘 有泡過溫泉嗎 沒有耶 我載你去 好啊 好 一起來歡迎這位 哪裡都沒去過的 小銘 吳欣晴 好可愛喔 小銘幾歲啊 感覺十四歲耶 對啊 二十一 二十一 因為髮型看起來很像 小美眉的感覺 那妳有去過我家嗎 沒有耶 找我帶妳去 好恐怖的水素 媽媽帥了 說真的 你看過那麼多裝可愛 以及真可愛的女生 你覺得小銘在當中 小銘是真的可愛 對啊 你看那有種深色的感覺 然後有種自然 那一笑 全世界跟人笑的感覺 太可愛了 謝謝 所以妳自己下個性 也是跟廣告裝是差不多的嗎 應該算沒有差太多 可是因為那個廣告 它是要就是比較小的 小孩子的樣子 可是我已經沒有那麼小了 所以可能沒有那麼天真 我寫那麼好片 不會 不會啊 看起來很滿好片片的 對啊 同樣的這些台詞 如果是小優做一遍呢 小優 有吃過大便嗎 沒有 真的 怎麼會在那邊 怎麼會在那邊 沒有吃過 這好好回答 好好回答 他可以講有啊 對 看著我這樣就假的 他的回答就是有啊 好吧 不好意思 對一下戲玩 豆哥 小優 妳有來過大學生錄影嗎 沒有啊 那妳就不要來啊 好怕啊 我說對完 小優 妳有來過大學生錄影嗎 沒有啊 那走 我帶妳去 好啊 她好像那種八點檔 然後是台語劇裡面的八婆 然後但是有點阿達阿達 什麼阿達阿達 我們是一種類型的 眼神空洞我看到啊 那妳看一下我們那個星庭好不好 星庭 小優 妳有來過大學生錄影嗎 沒有耶 走 我帶妳去 蛤 小優 好可惜 小優 小優 小優剛剛是不是在演弱智還是 對啊 這個差別到底是什麼 他太強了 你覺得 我覺得就是自然散發出來的 小優有一點為了要追求那個效果 結果反而事與願違 好 我們看一下那個可愛派的 琪琪你也來一下 琪加油 琪琪有吃過檸檬派嗎 沒有 那一起來吃吧 很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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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by 有吃過生魚嗎 沒有 你 怎麼可能 對啊 魚刺魚骨還在牙齒 你在海裡面嗎 沒有 好 我再問妳一個好了好不好 Ruby 有常常去Facebook上面PO照片嗎 沒有啊 那就 好啊 好啊 好不想問他們下去 都不想問 沒有辦法執行這件事情 但本班三位可愛派是真的滿可愛 到底要怎麼界定可愛跟做作呢 有一些這個行為的檢測 反正包含這個肢體表情 說話用詞跟人際相處篇 我們先從肢體表情篇開始探討啦 請問一下大家最受不了的女生 做哪一些肢體動作呢 有的 天堂和地獄的差距 女神妝可愛就是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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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她這個高高的日子 妝跳就出霧點了 你這樣都不行 這樣我示範一下嘛 小優姐妳可不可以妝可愛 但是妳不要那麼用力 好 走 掉了是不是 真的啊 你給我屁事嗎 我 心體來做設定就... 小哥 你可以帶我去日本玩嗎 拜託 她也是可愛 還是可愛 大學生了沒 請問一下大家最受不了的女生 做哪一些肢體動作呢 來 小芝 我覺得最做作的女生就是那種 會小碎步的跑步 然後內巴然後摸瀏海 示範 示範 來示範一下 譬如說是怎樣 譬如說 就是跑步要去拿東西 他就這樣 有這種 有這種 他要貼走 他有點這樣 有內巴瀏海 我們班上有人這樣嗎 我班公公出來 然後就要摸瀏海 我們班有人這樣子嗎 瀏海逼切就難看了 Ruby是不是這樣 晶晶感覺會 晶晶有的 晶晶感覺會內巴 沒有 豬妹才會 豬妹會 豬妹真的會 豬妹很注重她的瀏海 豬妹 對啊 有沒有 豬妹出來示範一下 來啦 有力啦 他對電風扇吹她的瀏海 內巴跑 這瀏海 那你試試看 來 走 走 他 我有注意豬妹真的很會弄頭髮 真的 真的 如果真的接一支吹風機 我跟你講他會發狂 吹他的瀏海 而且他還是有注重形象的感覺 對不對 剛剛沒有很刻意要內巴 你常在錄影的時候弄頭髮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我瀏海 我額頭其實很高 然後瀏海逼尖 怎麼可能 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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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講 這件事不能講 這種 等一下哭 天啊 我跟你講 在我們節目有一個 不成文的潛規則 被掀過高瀏海的人 後來都會唱片大漫出 李維峰 李維峰 真的 你想出場 沒有 你不用 你已經掀開了 對啊 注意看 好高 很好 還好啦 還是可愛 不會是很可愛 皮膚又好 他這樣是真的可愛 但是從這邊看 有點像那個 專門吃飛魚那種 都很可愛 不要那麼在意好不好 謝謝小姿 謝謝豬妹 謝謝鬼頭刀 妹 好 孟孟妳說這個很做作 可是我看 百分之八十九的大學生都這樣做啊 不是 是那個邊講話 然後邊嘟嘴這樣子 妳把板子舉高一點 對 睜大眼嘟嘴 邊講話可以邊嘟嘴 可以 他就說 就是之前有一個客人 他說 我可以有一個那個拿鐵嗎 然後講話立刻嘟嘴這樣子 就可以 然後可以不要幫我加糖嗎 這樣子 真的 真的 很會 立刻嘟嘴 然後還會 那想想看還要這樣子 放在頭腦 這樣想想看 想想看 可以給我一杯 蜆蜆蜆嗎 然後什麼之類的 就覺得很嚇人 我就很害怕這種女生 她在說妳嗎 Ruby妳有沒有講 常嘟嘴 我覺得我還好耶 就是我不會特別嘟嘴或是什麼 可是我會就是 想要睜大眼睛跟對方說話 因為我有時候笑的時候 就是臥蠆比較深 然後我怕對方看不到我眼睛 所以妳會怎樣 睜大眼我承認 可是我可能會說 可以給我一杯拿鐵嗎這樣 Ruby妳都沒有承認妳操作小 就是她真的操作作 有一次我們是跟 就是跟那個中天的那個 就是長官請我們吃飯 然後桌上妳就寫個酒 然後Ruby就問人家 那個是什麼東西 然後那個她也就說 就酒啊 Ruby她這樣 真的啊 妳知道好多喔 跟妳們出去好開心喔 哪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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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不可以啊 很誇張了 等一下… 妳那個動作就是琦琦寫的 上面就寫酒 然後她還問人家是什麼 然後人家也是回這酒 然後她說妳知道好多喔 然後根本就沒有知道好多好不好 不是誰 Annie… 妳是放在這個做做派 我不管她吃了嗎 為什麼 督醉了 為什麼 有督醉 好一樣喔 對啊 但妳其實是阿姨臉耶 她是做做的阿姨臉 哪會 哪會 她跟阿伯有夫妻臉耶 阿伯很像 都很好看啊 對 是好看的阿姨 好壞 Annie這個嘟嘴習慣 是什麼時候開始了 又嘟 國高中吧 為什麼會喜歡她嘟嘟 又嘟 不知道耶 就習慣了 喜歡裡面有氣的感覺 對 之類的 她沒講完一句話就會 就會嘟嘴 就會有些動作 對不對 請問一下大家肢體表情上面 做作跟可愛的界線在哪裡 對啊 這個問男生 男生來講一下 來 小斌 我覺得可能就是自然散發吧 就是有些人他想要當可愛 可是他其實不可愛 然後就是會 可惡 對 不是啦 就是他會做超過那個可愛 所以就不可愛了 對 就會變得很作作 就變小優 對 沒有 這樣也中見 就是不會讓人家 不會讓男生覺得尷尬的 像剛剛就有很好的例子 就是那個小敏她 一做出她的反應的時候 我們就是男生會跟著看 跟著笑 可是如果像就是 Ruby這樣做的那個 就會一直想要很疼狠地瞪她 而且我一直在捏手掌 就覺得她到底在幹嘛 就是會讓人家覺得尷尬 就是很作作 那我也想問一下心體 因為她本身這麼可愛 那妳有沒有對妳喜歡的人 或者是比如說 對爸爸媽媽有時候撒嬌的話 妳要故意用力一點可愛 會是怎樣 妳可不可以裝給我看一下 對 比如說是那都是妳表哥 有沒有表哥 那個今年想去日本玩啊 妳可不可以帶我去 就是妳是故意要裝可愛的 表哥 妳可以帶我去日本玩嗎 拜託 對 還是可愛 還是可愛 我都想幫她去 你說 我都叫她刻意加重 還是可愛 為什麼Jush 她就不一樣 就是真的完全是可愛的 所以就是說長相真的很重要 她就是長相 小優妳可不可以裝可愛 但是妳不要那麼用力 妳輕輕的 其實我個人蠻會跟男朋友撒嬌的 妳就是撒嬌的那種方式 輕一點 媽咚 帶我去日本 這很多 會嗎 大家會覺得這樣很多嗎 還行吧 其實有比剛剛做就好了 比剛剛收斂一點 因為我剛剛那一下 把妳當男朋友就OK 可是老實說 小優如果真的跟很可愛 或者是很裝可愛的女生出去 妳遭受的待遇是什麼 就是真的是地獄的待遇 因為常常就是 因為你知道朋友久了 然後大家都會很直接 然後比如說大家約出去玩 然後如果可愛的女生遲到 大家說沒關係 她就說 我剛剛就是公車就走霧點了 妳講就好不要示範一下 妳這樣都不行 妳這樣示範一下嘛 然後男生就說 沒關係 真的沒關係 然後其實那一天我可能是找到 然後我找到他們說 小燕怎麼找到幹嘛 幹嘛你沒事你很閒啊 然後我想說我找到還要被罵 還要被唸 對 就是真的差別很大 了解 妳這樣了解差別更大的地方 所以欣婷有沒有真的 因為真的長得比較可愛 所以得到一些 譬如說好處或什麼 就是有時候就是去買 可能鹹酥雞之類的 然後就會拜託老闆說 拜託再給我一個花枝碗之類的 然後他就會多給個三顆 哇 送三顆 好可愛喔 那應該會打折吧 就是 就是求他打折 小汁也沒有辦法 沒有 因為剛剛欣婷講到那個鹹酥雞 我就想到 因為有一次我也去買鹹酥雞 然後我就說 老闆可以再多給我一根叉子嗎 然後我就說 還叫我要想應婚吧 你們叫幾根叉子 那麼多根叉子 他想說 叉子一根也很貴 然後我就說 好 那我不用 好可憐喔 我說要一根叉子 叉子也沒啦 吃完啊 因為現在很多自拍嘛 女生如果拍照 做哪個表情 你們真的覺得太做作了 有沒有 來 大家用舉拍的好了 Patrick 我覺得 就是女生常常會 自拍的時候 不看鏡頭 好像是別人幫你拍的 對 然後這就很做作 你自己拍了 你怎麼會不看鏡頭 你還要故意 這樣走到旁邊這樣 好像在想事情這樣 那最高級應該是睡覺吧 對 就也沒有人啊 然後還這樣睡覺 然後再看一下 再修正一下 對啊 每天看的人都會想說 他這一定不知道拍了幾十張 才選了這一張 他一定重複好幾次 可是如果是晶晶拍 你就會覺得很美喔 哇 真的是 好啦 Give me baby 我覺得應該是手放下巴這樣吧 手放下巴 就你啊 就你會做這樣啊 就你才會吧 就是很想要罵 就感覺露瓶那一類 會常做說 我就不會想說No了 真的 就是很假 好 Josh你看過這座座 我覺得你也有一個表現 我是沒辦法接受的 就是露瓦嘴唇 對這種的 就 這種我覺得是 不知道你是裝可憐還是幹嘛 可是你看起來不太可憐 可是這些動作 如果譬如說心體來做 說不定就還是一樣 對啊 還是會可愛 你試試看 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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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目盡天責的欠食 小優面臨淘汰命運 現在兩股大學生 要來PK小優跟心體 5 4 3 5 5 5 4 5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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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作如果譬如說心體來做 說不定就還是一樣 對啊 還是會可愛 你試試看 可愛 刀下嘴唇呢 下嘴唇 嘟出來 嘟嘴 可愛 在氣什麼 好可愛 不要氣 對啊 還有什麼 你們講的在他身上都已經 毀滅他 我覺得吐舌頭 吐舌頭 所以有些女生會吐舌頭 我就覺得很噁心 就這樣 這種 舌頭外一邊吐出來 來 蕭銘 可愛 可愛 好可愛 好 我們就要來可愛自拍的挑戰賽了 是 接下來的可愛自拍挑戰賽 將由兩組女大聲 和我們的來賓PK P 組由豬咩和孟孟 挑戰張大眼睛並敷小鴨嘴 並說出台詞 真的假的 我做錯了嗎 可愛合作作只有一線之隔 誰能夠甜而不膩 又令人討喜呢 5 4 3 2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我做錯了嗎 好可愛喔 我覺得那個孟孟她是說 她是覺得說 我現在在裝可愛喔 她很明顯在講說我在裝可愛 對 所以可能還好一點 好 兩位 5 4 3 2 真的假的 我做錯了嗎 我做錯了嗎 好可愛 攝影師 攝影師為什麼 我們主動的反鏡頭 就擦掉另外一個人 第二拍她 你怎麼回事 真的很可愛喔 直接屁態的小優 好可愛 妳立開鏡頭 是誰 主要的 對 真的很小的 是一種物盡天責嗎 天啊 生命在演化 對 攝影師直接手指頭也不舒服 趕快把它弄掉就對了 可愛的留下 所以剛剛那個 剛剛豆哥在旁邊看 這兩組的示範覺得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心體這邊就做得非常非常到位 可愛無敵 無敵 你覺得她真的很無辜感 那這邊沒有無辜感嗎 歪歪的 哪裡歪 就是兩個都不是做得太好 而且她一開始來蠟拍 有一點故意的 就是做作 放棄了 而且聲音是第一次聽 要這麼老氣 真的 妳終於不裝聲音了 要放棄 終於回到妳原本的聲音了 對 好 接下來第二組的Ruby 和京允橋 將要挑戰敲頭舉舌頭 並說出 我真是傻瓜 女大生能否返回一城 拿下主場勝利呢 5 4 3 2 我真是傻瓜 真的 真的 你是在鎖命了是不是 好可怕 天啊 吐舌頭是什麼啊 吐得要黑白無場 舌頭怎麼可以吐直的 然後往下 躲回去啊 對啊 好 OK 好 兩位 導播 拜託不要這樣 攝影大哥 好 5 4 3 2 喂啊 我真是傻瓜 我真是傻瓜 對 我真的很傻 他的髮袋都掉了 他看到他 吐他頭 他應該就是走諧星路線的 真的 我那真心情耶 真的 好 導播攝影師不要這樣 小優先回座 謝謝 是的 我們讓 好 來 你們先回去 我們跟著可愛教主來學一下 好不好 是 對啊 我們讓他來個可愛七連拍好不好 七連拍 對啊 要可愛的動作好不好 好嗎 來 預備 開始 第一個 可愛 第二個 好可愛 第三個 第四個 好可愛 第五個 那基尤米的感覺 真的 第六個 第六個呢 好可愛 第七個 好 他的手都一直用在1 2 3 4 5 6 7 真的 不用在1 2 3 4 5 6 7 搭配起來 好可愛 這樣 你是不是從小就是 你爸媽有沒有跟你講 比如說你是寶寶的時候 就有很多長輩會想捏你臉 或幹嘛 好可愛 是那樣的寶寶嗎 對 小時候是 可是到了幼稚園的時候 又變成另外一種 就是 因為我那時候有自然捲 然後頭髮超短 然後就會有那種阿姨說 好可愛的小弟弟喔 像我這樣子的髮型 不一樣 可是沒有那麼毛 裡面太短了 對啊 那有沒有走在路上很多人 看到你那麼可愛就過來 你知道 就要電話還是什麼 對 還好耶 長大比較沒有 那現在應該廣告紅了之後 很多人會 對 看到你就瘋掉會不會 好像還好 因為那個廣告好像就是 主要是這個頭 然後 不輸這個頭就比較沒有困難 對,就比較不會發現是小命 此話一出我很怕 接下來Ruby跟Kiwi Baby 對,他輸了 頭一轉過去 結果他們的頭已經睡好了 回去立刻啊 真的 先回去立刻學這個頭 謝謝我們的辛苦了 謝謝 好可愛哦 好可愛哦 謝謝 但是其實女大生有沒有自己覺得 有時候自己PO上去的照片 其實是做作 但被大家讚可愛了有沒有 圈叉,來,我們看一下 Ruby一定會打圈 Ruby一定會打圈 對,那我們就Cue劉璇 劉璇他是放了一張 你看他的腰這麼細 然後你知道他的內容打什麼嗎 他說 我的腰變粗了 不是吧 我還算能露腰子的啊 我要弄吃蟹粉 結果你看他 你看他 真的很過分耶 好耶 真的太過分了 所以大家認為這是做作嗎 圈叉 圈 不錯啊 阿嬤你說 我不知道選選是這樣 我有點想刪他臉書耶 真的嗎 可是我覺得因為長得算可愛 所以就還是覺得是可愛 就會被原諒 還有呢,矩陣 還有一個就是剛剛的夢夢 我覺得夢夢個人不是可愛派 把他可愛派的牌一個撕掉 做錯了 被撕掉了 他撕掉了 他撕掉鑰匙,你看他 他說現在流行好像這類的夾甲 什麼叫夾甲 你乾脆夾夾夾夾夾好了 還可以當出一個 對啊 又哭了 又哭了 好可怕喔 小優,你說 你說夢夢那種 是不是很欠揍 我真的可以揍你嗎 拜託 我要反駁 好,你說 我那張是故意的 因為我想說 因為最近很流行可愛女生 說我故意拍一個 做那個很做作 我想說 是不是我會被罵 結果我的好友邀請 雪片般飛來 雪片般飛來 對,在炫耀啊 對,然後我想說 大家好像真的很喜歡 很做作 很愛裝牌女生 對 小妞要舉證 Ruby 讓大家看看 為什麼 這是吃棉花糖 我這一張照片 我一張照片 為什麼吃棉花糖 要吃得這麼A 就是每個人就A 棉花糖 然後硬要融化吃 而且多荒謬 這張上新聞耶 對 好,上新聞 好 因為標題打很大 說小王心靈 連康永哥也佔審美 什麼東西 根本就沒有 為什麼會這樣 你自己花錢嗎 對 康永哥這樣講你 事情的緣由是這樣 就是那個是中秋節的一張照片 就是因為那個 那個其實是棉花糖 而且我覺得其實社會大眾 大家應該用一個 比較純淨的一個心理 就是你看什麼就是什麼 就是像那個 舒適有說過的 就是你看別人是大便 你心理就是表示你是大便 那其實那是一個很單純的棉花糖 就是反而是大家用一個曲解的意思 在看我 沒有啊 我的那個標題是說 大家看得出來我在烤什麼吃嗎 然後中秋節快樂 那有試過烤棉花糖的都知道 他烤了就是變這樣 好,那Ruby那這張呢 為什麼你平常你要露那個奶 然後旁邊那個又是什麼棍子 那是那支槍 我是不是不懂 這是槍嗎 這是槍吧 對啊,這什麼口號 腰痠嗎 夾一個頸棍 對啊 就是很單純的就是買一種 所以你剛剛說 承認了 對,這個就真的單純賣弄 而且這張我猜Ruby應該拍了15張以上 才選出這張 因為按那個 凹這個腰 然後這個腿 這個胸部 我覺得應該是 女人心機都被你們看出來了 還有誰這麼做作的愛播 我覺得那些都太小了 可是最做作的人是Kiwi 這是一組的 這是組合 他PO一個錄影照 然後PO說 今天又來做臉囉 又做了一次雷射除毛 要害毛怪蘇莉婉說掰掰了 然後PO一個錄影的照片 不知道大家 你還在大學生有沒有 對啊,有在這裡除毛 對啊 對啊 除非現在有開除毛中心了 除非你知道 就是雷射的時候是完全素顏 然後就是皮膚狀況不太穩定 所以一定要就是 這裡的蘋果光打散 然後就PO這裡的照片會最漂亮 然後我也很喜歡PO美照 問網友說 蛤,那你們覺得我應該整哪裡 然後網友都會誇張 我說不用整啦 已經很美啦 然後就一直誇張 我害我都以為是整的 想要取暖 對,說真的啦 CubeBaby 你跟Ruby和孟孟比起來 你覺得誰比較高 高段 做作指數嗎 我覺得 還是琪琪耶 因為 妳說 我都沒想到 琪琪 咬得琪琪不放 為什麼 妳是男朋友太帥了 妳是男朋友 我覺得她自以為 好像小公主一樣 她其實就是一個 嬌嬌女公主病啊 你看她 而且她每次都用斜眼瞪人 我都快被她嚇死了 因為她那個角度 剛好是斜的嘛 對啊 我好怕她喔,真的 那她的男朋友如何 超帥 男朋友超帥 都已經吃乾媽進來 還要攻擊人家 今天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說話用詞篇喔 是的 要問大家啦 有沒有聽過女生說話 或是網路留言 會讓你覺得說 哪一些詞句 真的有夠作證 路過男人的絕妙手段 一句話令人血脈噴張 劉璇剛剛說很會撒嬌 就跟我們的小米心情 一起來PK 我為什麼一起給妳 走啦 有什麼驚喜在這邊就好啦 小米能看而已啊 好 好 接下來我們的小米Action 我是你男朋友 好可愛 好 好 來演了 大學生了沒 所以聽過女生說話 或是網路留言 會讓你覺得說 哪一些詞句 真的有夠作證 小妖妳有聽過什麼 覺得 應該最常出現就是 磕磕磕磕 啾咪波 什麼這種 現在還會啾啾咪 後面它要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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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que炫咪 кол 嘴高 expedition 已經到嬰兒了吧 劉璇也會講睡高高 我覺得我每次聽完都會渾身不思路 劉璇你也會講 劉璇來一下 她說的是裝可愛的人 他們好像很噁心 劉璇是好子 companions vous AMT Los Á Đ Torres 來 下馬 快點 走了 我们睡高高了 是不是睡完爺這樣 好像 對 而且好像是幼稚園老師 然後在叫小朋友 他在讓跟我講話 或者跟他們 knots講話 因為他就是幼稚園小朋友 我不是 是大學生 好 允橋女生怎麼講話會特別的做作 我滿不喜歡就是 他們會有很多那種 一一啊啊的那種聲音 比如說 示範 我不會 就是 就是他們可能 就是我有朋友可能坐個車子 就可能上車上來 他可能會有 然後會黑修什麼之類的 有 對 好多語助詞 我發現這個文化是日本來的 對 就是他們常常會洗臉 或什麼也什麼 什麼 什麼就會加一些這種音效 對 對不對 所以像這樣 Ruby,你會這樣講話嗎 會不小心 會怎樣不小心 可是我不是故意的 不是,有時候撞到就 好痛 就這樣子 之類的 如果妳講暗搖圍就不會 對 就比較不會可愛的感覺 小優,你跌倒都怎樣 多一點 對 我 有時候會把他髒話 對啊,髒話真的 對,就沒有那麼 就太害怕了 對 如果我這樣就會被討厭 好,那這樣子 既然這邊有宿敵 我們請琪琪假想妳 在跟男朋友撒嬌 然後想要奪走妳男朋友 那一位Kiwi Baby 也來跟男朋友撒嬌一下 會是什麼狀況好不好 琪琪假裝 寶貝妳好棒喔 妳是我心目中最棒的人 這樣喔 好,那Kiwi Baby 妳是看著琪琪的男朋友 哥哥 妳知道 有一次 有一次 等一下,妳們都會讓我演完 讓我演完這一齣 對不起 對不起 哥哥 妳知道有一次在後台 我高跟鞋就很不穩 就跌倒 往後倒 倒在琪琪身上 他催我一把耶 我的天啊 照妳這樣子的撒嬌方式 我看男生只有嚇跑的笨吧 實在是太噁心了 來,來問問看大家啦 你們覺得男生很吃 女生嘀聲嘀氣這一套嗎 拳我擦 艾波妳打圈 可是妳會撒嬌 會用嘀聲嘀氣這一招嗎 很少,真的很少 除非是男朋友 來一下 可是上一次 上一次我們練舞 然後我就在跟Juicy講話 然後我就對Juicy這樣 嗯 這樣 然後寬志倫就在旁邊 寬志倫就在旁邊 就是說 艾波妳會這樣 然後她就說妳再弄一次 然後我就對她一次這樣 嗯 這樣 然後她就叫我弄了五次 不是,不是快速 快速在幹嘛 五次連在一起 沒有,她就說她覺得 我會這樣很可愛 對 因為我只是在跟Juicy玩 不好意思 撒嬌 其實這個 這個 我們要請她們出來PK一下 既然劉璇剛剛說很會撒嬌 就跟我們的小明星婷一起來PK 好不好,請出列 好,風和日曆 KEN哥約了她的女朋友 兩個要出去玩 可是女朋友遲到了兩個小時 現在 姍姍來遲的劉璇 Action 不好意思 謝謝 看 對不起啦 我遲到了 怎麼搞得兩個鐘頭 兩個鐘頭耶 那我準備給妳一個驚喜啊 走啦 好大力,手會痛啊 怎麼這麼大力啊 哪有 你這麼壯 你哪會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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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個驚喜給妳 走啦 有什麼驚喜在這邊就好啦 不行啊,這邊這麼多人 沒關係,大家一起看嘛 妳要怎麼樣 怎麼樣 只有妳能看而已啊 怎麼樣 KEN哥 OK嗎 滿厲害的 我覺得 她以前從來沒有這樣過 到後面真的會有一點想說 我覺得男生真的很好騙耶 我覺得 她要給我看什麼 好像有一點想去看一下 算成功喔,對不對 算有 她還不錯 還不錯 有流露出一點自然 不錯 進步了 劉先休息一下 接下來我們的小明 Action 兩個小時了 對不起 小明怎麼兩個鐘頭了 怎麼搞的呢,妳 對不起啦 妳不要生氣了 妳要摸就摸啊 妳不要生氣了 我是妳男朋友耶 我們一起去吃飯 好啊 我請妳吃 真的嗎 妳不要生氣 我就請妳吃 真的 吃什麼 妳想吃什麼 妳想吃妳嗎 我想吃妳 對不對 這個感覺太多了 她會,男生自然而然就會 想要保護她 呵護她 呵護她 然後覺得想要把她站回去了 對,停頓了一下才說 對,她 她有一種害羞羞感 然後但是她又願意答應妳 太棒了 太加分 讚 所以是不是真的常因為這樣可愛 然後道歉很容易就被原諒 因為我道歉應該就真的會更剛那樣 因為其實我真的會 有點害怕生氣的人 所以我會有點害羞 對,她有點害羞 因為我怕生氣的人 又不敢過來那樣 好可愛 我剛剛,我現在想一想 劉璇剛剛那段好像惡夢一場 好玩喔 對 剛剛不是在讚美她嗎 真的太可愛了 但是其實我覺得 大家今天示範都算可愛啦 我是真的有聽過一個女明星的 那個可愛是 是嚇壞人 請注意你們都沒有學到 真正的裝可愛的最高境界 比如說我是小米 我就要自己教自己 誰會這樣講自己啊 用 對 用第三人稱來是什麼 對 對啊 小米不會啦 小... 小米沒有辦法 小茲你試試看 小茲怕做不到 會不會 小茲怕做不到 那我就FIRE你 對 你還用個混蛋 是 好啦,謝謝我們的心意 謝謝 謝謝 真的好可愛喔 可愛喔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人際相處片囉 好,大家有曾經跟哪位朋友相處之後 發現對方的行為真的是 做作很噁心咧 小茲是說 我要講真的 我不是故意要害Ruby 就有一次晚上 我朋友就突然打開 他說喂,周茲姐你在哪 我說在家 他說是喔 你為什麼沒在拉屎 我說我為什麼要在拉屎 他說Ruby在拉屎 我說那是Ruby在拉屎 然後隔天錄影 Ruby沒有來 第一場大遲到 他大遲到 然後還找豆哥的助理來頂他位置 對 然後後來Ruby來了 因為我那時候已經在這邊跟大家說 Ruby好像昨天去喝酒什麼什麼的這樣 然後Ruby一來說 喔,我昨天玩某個遊戲 就是玩太晚睡過頭 然後大家其實都已經知道他在說謊 沒有,可是我真的沒有去拉屎 我真的沒有去 好啦,沒關係 可是真的沒有人相信我 而且Ruby還問我說 海產怎麼辦 我要不要去跟老黑撞一下可憐 然後又這樣子喔 還問我要不要去撞一下可憐 你們怎麼這樣我要哭了 我真的沒有去拉屎啊 妳哭 妳有辦法哭嗎 妳哭 我真的沒有去拉屎 是嗎,那裡去哪裡 我們Ruby去哪裡 不是啊 不是,我真的是在家 然後我沒有去哪裡啊 A屏 A屏 我覺得你們... 不是 去別家 那OK啊 我們都很熟了 有什麼關係 他今天坐在這裡當之無愧 真的 我讚 我還要Ruby 沒關係啦 都跟我去呢 對啊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 我們 好永遠 西域區每一間的監視器畫面 我們都釣得到 老闆跟我們都好朋友 是,但是請問大家 跟朋友相處的哪些場合中 最容易看得出 對方是否做作 好,Josh 我覺得酒局最容易讓一個女生 不要靠 她只要... 而且你知道 有些女生她想喝酒 可是她不敢喝 因為有時候她可能知道說 她自己喝了之後 後面會完全變一個人 所以她們在躲酒的時候 你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人其實 她的招有點爛 她想要躲酒可是她招很爛 就是她這個人做作 艾伯寫的這個也是 打麻將 就有些人可能 比如說四個女生打麻將 她就說 碰 這樣 然後可能如果有男生的話 她就會說 碰 就態度差很多 真的打麻將真的會 然後不然就是 可能輸了 然後就說 好窮喔 然後一直喊窮 就說 不想輸了啦 之類的 對 因為我有遇過打麻將 真的很誇張 就是我朋友 他是跟我們打是超強 超會算台 然後打一打腿還會 就是舉到那個椅子上 圓形畢物 對,然後在喜歡的人面前就說 這怎麼看 幾台啊 你是 對,她就是會這樣 是零零還是一一 沒有啦 沒有啦 她那個玩那個 玩酒拳的時候 女生也是這樣 對 有些女生玩五十四五 她跟自己的朋友就 哇塞,收我開 哇塞 跟那個就是 有個男生出現就 5 2 4 對 對 對 好痛 那小米會喝酒嗎 還好 可是我也會玩 哦 要不要滑一下嗎 滑一下嘛 來,跟納豆哥來滑拳 來,一杯杯 請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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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就倒 是得... 得怕就吃 對 是發抖的 好可愛哦 好可愛哦 他會發抖 真的 不過今天其實聊了這麼多 我記得曾經在我們節目 一集有講過 女生妝可愛就是為了討男生歡欣 對 然後或者是讓事情比較順利一點 對 所以男生有時候也會很感激說 謝謝你為我做得這麼用力 對不對 不過真的自然派得很好 但是如果可以自然的可愛 像小米這樣子 對 更好 對不對 慢慢回家揣摩一下好不好 Cue Baby不用哦 好,謝謝兩位來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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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